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二百二十六集 独孤求败 呼听得山臂下 咕咕地叫了树生 扶手望去 见那神雕深爪 抓住峭壁上的洞穴 正自纵跃上来 他身躯虽重 但腿劲找力都十分的厉害 请客间便上了平台 那神雕稍作顾盼 便向杨过点了点头 叫了几声 声音甚是特异 雕兄 这可惜我们有公野城的本事 不懂你言语 否则你大可将这位独孤前辈的生平 说给我听了 神雕又低叫了几声 伸出钢爪 抓起剑种上的石头 移在一旁 杨过心中一动 独孤前辈身具绝世武功 说不定会留下什么剑精剑谱之类 但见神雕双爪起落不停 不多时便搬开了肿上的石块 露出了并列着的三柄长剑 在第一第二把剑之间 另有一块长条石片 三柄剑和石片并列于一块大青石之上 杨过提起右手第一柄剑 只见剑下的石上刻有两行小字 灵力刚马 无剑不摧 若关剑已知与和朔群雄争锋 再看那剑时 剑长约四尺 清光闪闪 的确是利器 他将剑放回原处 拿起长条石片 在石片下的青石上 也刻有两行小字 紫微软剑 三十岁前所用 物伤一世不祥 乃弃之身骨 这里少了一把剑 原来是给他抛弃了 不知如何物伤一世 这故事多半永远无人知晓了 杨过出了一会儿神 再伸手去拿第二柄剑 只提起数尺 苍郎一声 竟然脱手掉下 在石上一碰 火花似箭 不禁吓了一跳 原来那剑黑油油的毫无异状 却是沉重之极 三尺多长的一把剑 重量竟自不下七八十斤 比之战阵上最沉重的金刀大几 油重数倍 杨过提起时如何想得到 出乎不意的手上一沉 便拿捏不住 于是再俯身拿起 这次有了防备 拿起七八十斤的重物 自是不当一回事 剑的剑两边 剑锋都是盾口 剑间更圆圆的四个半球 此剑如此沉重 又怎能使得灵变 何况剑间剑锋都不开口 也算得齐了 看剑下的时刻时 剑两行小字 众剑无风 大巧不公 四十岁前 誓之横行天下 杨过难难念着 众剑无风 大巧不公八个字 心中似有所悟 但想世间剑术 不论哪一门 哪一派的变化 如何不同 总以清灵殉疾为上 古木派玉女剑法 由重轻巧 这柄重剑 却与常理相反 缅怀西贤 不禁神耻久之 过了两久 才放下重剑 去取第三柄剑 这次又上了个当 他直到这剑 定然由重前剑 因此提剑时 利运左臂 哪知 在手里却轻飘飘地 浑似无物 宁神一看 原来是柄木剑 年身日久 剑身剑柄 君已腐朽 但见剑下的时刻道 四十岁后 无至于物 草木竹时 皆可为剑 自此精修 渐进于 无剑胜有剑之境 他将木柄 恭恭敬敬地 放于原处 浩然长叹 前辈神迹 令人难以想象 心想 青石板下 不知是否留有 剑谱之类的遗物 于是伸手抓住石板 向上掀起 石板下 已是山壁的尖言 别无他物 不由得 未敢失望 那神雕 孤的一声叫 低头 掀起重剑 放在杨过的手里 跟着 又是孤的一声叫 突然 左翅 视邪近风 向他当头 扑击而下 顷刻间 杨过只觉得气 也喘不过来 一震之下 神雕的翅膀 离他头顶 约有一尺 便急凝住不动 咕咕地叫了两声 雕兄 你要试试 我的五辜吗 左右无视 我便跟你玩玩 但那七八十斤的 重剑 怎能施展得动 于是 放下重剑 拾起了第一柄利剑 神雕忽然收拢双翼 转过了头 不再踩它 神情之间 颇势不屑 你要我使重剑 在这绝壁之上 跟你过招 绝非雕兄敌手 可得容前一二 杨过说着 换过了重剑 气韵丹田 力贯左臂 缓缓地 顶剑刺出 神雕并不转身 左翅后裂 那重剑一碰 杨过只觉得一股 急沉猛的大力 从剑上传来 压得他无法透气 急忙运力相抗 黑的一声 剑身晃了几下 但觉眼前一黑 灯石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 这才悠悠行转 只觉口中 其苦难当 同时 更有不少苦枝 正流入咽喉 睁开眼睛来 只见神雕 闲着一枚深紫色的圆球 正位入他的口中 杨过闻到 此物甚是腥臭 但想神雕通灵 所谓之物 定然大有益处 于是张口吃了 只轻轻咬的一下 圆球外皮 便及破裂 当时满口苦枝 这枝叶 兴急苦极 难吃无比 杨过只想喷了出去 总觉着 不忍服逆神雕的美意 勉强吞入腹中 过了一会儿 略行运气 但觉呼吸顺畅 站起身来 抬手身足之际 非但不觉困乏 反而精神大妄 由胜平时 他暗暗奇怪 案里被人强力击倒 避气晕去 纵然不受重伤 也避全身酸痛 难道这深紫色的圆囊 竟是疗伤的灵药吗 他俯身提起重剑 竟此轻了几分 便在此时 那神雕哭的一声 又是斩翅击了过来 杨过不敢应接 侧身避开 神雕跟着踏上一步 双翅极致 赤道极是威猛 杨过知道 他对自己并无恶意 但想他虽然灵异 总是延生 他身具神力 斩翅扑击之时 发力轻重 岂能控纵自如啊 若是给他的翅膀扫上 自空跺下 哪里还有命在啊 眼见双翅扫道 急忙退后两步 左足已踏到了平台的边缘 那神雕竟是毫不容情 秃头急缩 迅身 弯弯的尖会 竟自向他的胸口执着 杨过退无可退 只得横剑封架 他一嘴便啄在剑上 杨过只觉手臂巨震 重剑似于脱手 眼见神雕跟着右翅拙 低横倒 往自己的足径上掠来 杨过吃了一惊 纵身跃起 从神雕的头顶飞跃而过 抢到了内侧 生怕他顺势根基 反手出剑 扑了一响 又与他的尖嘴相交 杨过这下死里逃生 吓出了一身冷汗 雕兄 你不能当我是独孤大侠 他只觉得双足酸软 坐倒在地 神雕咕咕低叫两声 不再近机 杨过无意中叫了那句 你不能当我是独孤大侠 转念一想 此雕长期伴随独孤前辈 瞧他扑着躯退间 隐隐然有武学家术 多半独孤前辈寄居荒谷 无聊之时便当他是过招的对手 独孤前辈尸骨已朽 绝世武功便此淹没 但从此雕身上 或能寻到这位前辈大师的一些遗风典型 想到此处 心中转喜 他站起身来 好 雕兄 剑招又来了 重剑击刺 指向神雕的胸肩 神雕左翅横斩挡住 右翅猛击过来 神雕的力气实在是太强了 展翅扫来 疾风静力 便似数位高手的掌风 并力其时一般 杨过手中之剑又太沉重了 生平所学的什么全真剑法 玉女剑法等等 没一招适用得上 只有守则巧妙屈毙 攻则呆呆板板的挺剑刺击 斗得一会杨过疲累了 便坐倒休息 他只一坐倒 神雕便走开两步 如此玩了一个多时辰 一人一雕才溜下平台 回入山洞 刺沉行转 神雕已嫌了三枚深紫色 腥臭圆球 放在他的身边 杨过细加审视 原来是禽兽的胆囊 想到初遇神雕时 他曾大食毒蛇 又与巨蟒相斗 向来必是蛇胆 又想 毒蛇之胆 不知是否也具剧毒 但昨日时候精神爽利 力气大增 反正自己体内就有 情花和冰破银针的剧毒 也不用多加理会 于是一口一个吃了 静坐调息 突然之间 平时气息不易走道的 各处官脉学道 静耳畅通无阻 杨过大喜 高声叫好 本来静坐休息内功 最忌心有旁骛 至于大哀大乐 更是凶险 但此时 他喜极而呼 周身内息 仍是绵绵流转 绝无阻止 他跃起身来 提起重剑 出动又和神雕练剑 此时已去了几分畏惧之心 虽然仍是必多党少 但在神雕 灵力无伦的斥力之间 偶然已能诚细还招 如此练剑数日 杨过提着重剑时 手上已不如先前沉重 击刺挥掠 剑感得心应手 同时越来越觉得 以前所学剑术变化太烦 花巧太多 想到独孤求败 在青石上所留 众剑无风 大巧不公八字 其中境界 远胜世上 诸般最巧妙的剑招 他一面和神雕搏击 一面宁丝剑招的 去世回路 但觉越是平平无奇的剑招 对方越难抗欲 比如挺剑直刺 只要尽力强猛 威力远比玉女剑法等 变幻奇妙的剑招 更大 他这时虽然只剩左手 但每日浮拾神雕 不知从何处采来的蛇胆 不知不觉间 屡力激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